大家好,欢迎关注学堂百科 每年的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的主题被确定为 让精神卫生和福祉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 在世界精神卫生日所做的致辞中指出 当前有近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卫生问题的困扰 然而精神卫生却仍是医疗保健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 在有些国家,每10万人只有两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 这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每年仅焦虑症和抑郁症就导致全球经济损失约1万亿美元 对此古德雷斯强调 我们必须加强保健服务能力 为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护理 这包括立足社区的服务 并在健康和社会护理整体中纳入精神卫生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为世界精神卫生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新冠大流行造成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长了25% 进一步带来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他强调,尽管过去10年来 精神卫生问题获得更大的关注与讨论 但在职场当中,这似乎仍然是一个经济话题 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 估计每6个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当中 就有一个患有精神障碍 而有8成的职场人士并不愿意 同上级谈论其精神卫生问题 因为他们害怕被污名化 或者被认为无法胜任工作 作为联合国促进性健康与生殖健康的专门机构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精神卫生日指出 精神卫生与生理卫生息息相关 但由于通常受到误解和忽视 精神卫生问题正在演变成一场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青年和妇女首当其冲 尤其是愈演愈烈的冲突和气候灾难 让年轻人的精神卫生承受重担 据估计,受冲突影响的人群中 有五分之一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支持 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难民 预计会患上抑郁、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些情况可能会剥夺他们未来的生活稳定 发挥潜能和追求幸福 国际移民组织则强调 移民是任何社区文化与社会经济福祉的关键支柱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包括粮食、卫生、交通等最基本的服务 都得益于移民而保持运转 因此移民的精神卫生是关乎每个人的问题 然而,不管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移民 还是因为冲突、自然灾害或经济衰退而被迫离开家园 对移民来说都意味着对一个人的生活和身份的全面重新定义 这可能会带来许多压力严肃 影响到移民在移洗前后各阶段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福祉 为了提高全世界对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 并且突出足球和其他运动 在改善精神福祉方面能起到的作用 世卫组织与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卡塔尔政府 发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友谊长等计划 该计划将根据参加世界杯的32支队伍来设计制造32把长凳 并将其放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著名场所 包括比赛场地的所在区域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认为 这样的长凳看似简单 但却是促进精神卫生的强大载体 因为这将提醒人们 不管是精神还是生理卫生 对所有民众和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共同财富 人们还将因此意识到通过体育运动 可以本着团结与支持的精神向他人伸出援手 安心学堂免费系列知识课程 北美西部时间每周六晚六点与您相约 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同样的精彩与收获 一次报名终身享用 美西讲座还有诱人的抽奖环节 实惠的礼品卡等您拿 奖品封后中奖率高 每周六晚六点 安心学堂不见不散 安心学堂YouTube频道开播了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和点击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等你哟 小铃铛 来吧 3 1 2 感谢观看